抱著三歲兒子的爸爸庫拉尼 在call in節目中痛哭失聲 因為恐龍法官的腦殘失誤 他和兒子全都成了殺人犯 法庭還說他兒子 在16個月大的時候殺人 畫面中這個一臉天真的小男孩阿里 就是軍事法庭認定的3歲殺人犯 實際上的判決文聲稱阿里在16個月大 還是個小嬰兒的時候 就涉嫌殺人 警察還浩浩蕩蕩地衝去嬰兒家抓人 法官直接要阿里的爸爸代為負責 結果爸爸做了4個月的冤獄 到底一切的烏龍是從何而起呢 一開始警察說是要抓小男嬰 50歲的叔叔 後來又改口說 因為小男嬰剛好漢一名 16歲殺人嫌犯同名 才會逮人 就算錯誤已經這麼明顯了 小男嬰還是無法脫罪 甚至被判無期徒刑 也讓爸爸忍不住上節目哭訴 這一哭 終於哭醒了恐龍法官 法官會摳進節目 表示父子倆都不用坐牢 會重新派人 找出真正的殺人犯 記者 林嘉璇報導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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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